人家军众兄弟讨论梅超风和淀粉 原来他才沉淀第二十天 外面那些家人太离谱了 吵得我头疼 连我这里都聚了好多家人 说了连我自己都不信 他们居然说我可爱 东海岸边也全是人 还吵着说要掉个长衣宝宝 吓得我只敢晚上偷偷溜出来 我那里更是人山人海 都等着接我出关呢 他们甚至都开始给我编故事了 我觉得家人里不缺编剧 别抢我饭碗 我还有三个兄弟要养 也不缺美工 我觉得我的适配度百分之百 和兄弟们都很大 我也很忙 忙着给家人们当老公 他们说我是最适合当老公的人选 我这里很安静啊 你那里当然安静了 你看看我窗外 全是叫我小青青的 我这公司 每天能接几百个应聘电话 名字不是叫没超风 就是叫淀粉 我觉得 直接几百个电话 是因为战线 其他人打不进去 他们居然都不嫌弃我的发型了 还说我长得嫩 这算不算好事 最近居然有人贬低我大堂 还好时隔六年 我的广平王妃们还在 虽然我只出现在第一集 但还是有很多家人记得我 我的原生也被大家翻出来了 倒是广受好评 说到原生 最近我也得到不少赞誉 要说离谱 还有比他们把我待过的监狱 改成打卡地更离谱的吗 上面居然还挂着我坐牢时的照片 清泉寨被当成旅游景点不算什么 就连我坐过的轿子 都拿来拍照留念 说是要感受一下 陆姨娘入坠时的心情 真是扎心 大家都这么热闹吗 我倒是挺开心的 大家最近创作力飞升啊 可不是 我天天吃咱们兄弟的瓜 都吃不过来 有时候还能吃到自己的瓜 谁让国超又沉淀了呢 大家满腔的热忱 都无处安放 家娟现在不是没超风 就是淀粉 最近出了这么多好作品 国超可能正偷偷欣赏呢 其实国超沉淀了 不过才二十天 这小子闲不住 应该再忙别的事 总之等他归来时 肯定会变得更加优秀 黄叔 你那里怎么那么吵 黄叔 据淀粉吃瓜爆报道 小南城王已经趁着夜色 偷偷离开了小南城王府 等在府外的家人们 已经让西州的GDP翻了好几番 西州百姓表示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 并且已经有庶民叫小南城王妃 没超风和淀粉的家人 在西州购置了房产 准备长期居住 等待小南城王的归来 虽然小南城王不在西州 可关于他的传说 却从未停止过